我們這次的四島主要是要了解應變和搶修復原的工作 同時要在今天中秋節的這個時刻 要特別感謝各位跟衛冕大家的辛勞 從剛才的簡報裡面 我們看到在這次的應變處理跟災後的重建整理 國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國軍在颱風風雨中協助地方政府執行疏散 撤離 收容 安置 工作 並且投入大量的人力清理環境 國軍弟兄的努力跟付出 帶給社會大眾安心跟安定的力量 我要在這裡特別表達感謝跟未免之意 另外我也要特別感謝很多中央跟地方救災的同仁為了盡速恢復交通 供水 供電及通訊持續進行搶修的工作 我也要請這些同仁在搶修之際 要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 剛才氣象局的報告也說明馬勒卡颱風可能接連影響臺灣 今天是中秋假節 我們要特別感謝院長 指揮官跟中央地方各級防災人員 犧牲假期 因應颱風應變 颱風尚未完全遠離 我們希望大家不要鬆懈 堅持到底 後續復原的工作 仍需要大家的努力 盡速讓民眾恢復正常生活 再一次 拜託各位 我們看到馬勒卡颱風也有可能來影響臺灣 所以我們後續仍然不能鬆懈 在這裡 我也要祝大家跟全體博人 中秋節快樂 一切平安 謝謝